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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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找到自己的差距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有请我们的两位男嘉宾 闪亮登场 哈喽 你们好 好 先来和大家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杨翔 今年25岁 来自沙丛邦 本期交友男嘉宾杨翔 25岁 身高1米75 职业 销售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好 我叫杨翔 今年25岁 老家呢 是四川广岸的 目前在一家金融公司 从事销售的工作 月薪在一万块钱左右 我喜欢的女生呢 是那种甜美型的 就是可爱 稍微懂事一点 然后有时候可以有点小任性 但是不要太过就行了 这位男士可以说 对女嘉宾是相当喜欢 当在电视上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在4月17号那一天 本周主打欣赏最后你们节目 然后那天我都突然间看到她了 我是突然间跳台第一眼看到她 我感觉她都说想要的那种 爱的那种类型的 也说快说是一件中情吧 但是我一点从来没体会过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都 我都给我朋友说啥 给我朋友说我要去参加法人游戏 他们都说我还疯狂 然后我都愿意疯狂一会儿 好 这一位呢 厉害我叫万欣 今年26岁来自南平 本期交友男嘉宾万欣 26岁身高1米70 职业招聘顾问 婚姻状况未婚 这位男士 我想大家如果经常看节目的话 他火爆的脾气 应该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一直对另一半有高要求的他 这次主动找到我们栏目组 想要为爱争取一次 上次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交友死吧 但是我回到家没放弃 还是一直来关注这个节目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到一些女嘉宾 我感觉 她就是我心目中 你来给她 就说我鼓起勇气 给编导打电话 希望能带各位吃机会 那么今天两位也是看到对方了 那要不你们评价价对方 还想说吗 你是想她输了以后 然后你再来对策吗 在怎么对付她 今天来的我的对策也很优秀 以前她的节目我也看得过了 反正一切都是看 看了更有失礼 真取得今天李嘉宾了 很自信啊 对她 好 这一位呢 我觉得的话 大家既然来到这里 不管最后是谁成功谁失败 或者是都没成功 她的一些甜足点 因为我们今天呢 设计了三个环节 一会儿呢 你们在这三个环节中 获胜了 哇 那就适合我们的女生 共进晚餐 是不是很诱惑 追起来 对 好 两位就好好加油 嗯 好的 残酷的比拼即将开始 可这临近录制时 却发生了一点小状况 男嘉宾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男嘉宾啊 买礼物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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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开始的事 我看到了一个 另一位男嘉宾不是买个礼物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可能 我不应该说在起跑线上 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 给女嘉宾挑一个礼物 这边一位男嘉宾和小红娘聊着天 另一边另一位男嘉宾 精心地为女孩挑选 和准备着礼物 不知道她的心思 女孩能明白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等待的男生似乎有些焦躁 而这位离开的男生 也回到了录制地点 那就继续今天的正题吧 由于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呢 现在还在加班 那么你们的第一局的PK赛 就是才艺大比拼 那游戏规则呢 就是两位 每一个人找五个观众过来 然后就听你们的才艺展示 然后再让旁边的观众们 给你们点赞 谁的赞越多 那么谁就能够去接我们的女嘉宾 我觉得这个是个缘分问题 不是说谁的货胜率 打谁的货胜率这样 我说这个并不拒绝我和他 我觉得应该拒绝李嘉宾和天宜 一些都是安排的命中注定的 其实说时候我唱个不好听 我觉得我有自知之明 但是我愿意为了 争取跟李嘉宾第一次 赢了一句的机会嘛 所以说我喝出去了 就像我今天刚才说的 是疯狂一把 PK站正式拉开帷幕 两人分开行动起来 来 给我抱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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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们看慢慢演 慢演的话给我抱一下 是吧 好 好 好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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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一点点不够 谢谢你 看来我们一位男嘉宾是顺风顺水 而另一位是障碍重重啊 男嘉宾你这么快就 集齐了五个观众吗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销售行业的 所以说我对人际关系和为人处事 还跟人打交道这方面 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优势吧 那你要不要给自己拉拉票 可以啊 这边都已经集齐人数开始拉票了 而另一边还在苦苦地寻找着观众 我说男嘉宾你可得加把劲啊 要不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 一号男嘉宾走的是暖南路线 而且在沟通能力上也比较好 他首先他选择自己的观众人群的时候 他非常的取巧 选择年长的带小孩的人 这样的人群通常会比较有耐心 而且也有时间 而我们的男二号呢 总是锁定年轻的人群 不是在玩手机 就是有别的事情做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二号有点欠缺考虑 而且我们的男二号手上拿着一份礼物 可是在我看来 这会很像是一个推销的商品 所以如果男二号向我来着急的话 我可能也会说 亲爱的不过你推销什么 我都会对你说no的 所有人都在这边等待着 这些男嘉宾垂头丧气地朝这边走转 小红娘赶紧迎上前询问情况 可谁知意外发生了 这个你这个没找到吗 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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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找观众去了吗 怎么就唱完了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 他到那边的这段时间 都发生了些什么 美女姐姐 我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甚至来我在录个节目 一个任务都是 我必须要召集一个观众 听我唱首歌 我希望你们能支持 因为我还有一个强力男嘉宾 我不想 我上一个相亲节目 我不想错过一次 因为我今天还希望哪个女嘉宾 你随便来 你唱歌来 那你别来嘛 姐姐 啊 无声又无声 沦落在眼里 转眼眼 我寂寞在寂寞里 我无力抗拒 特别是眼里 我想你到无法呼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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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的任务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那游戏规则呢 就是两位 每一个人找五个观众过来 然后就听你们的才艺展示 但他们这边已经找了人 但我们的规则是把他们拉过来啊 规则是拉到一路拍的啊 你不唱了吗 规则是找几五个人一起唱 我已经唱了 这个路 到这个地方唱 对 我们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已经开始发脾气了 我从他的脸上只看到了三个字 不耐烦 对自己不耐烦 对工作人员不耐烦 对路人甲乙秉丁都不耐烦 像这样的一个人 不断地改变那个游戏的规则 其实原因只是因为他自己做不到 而且还要为自己的做不到而强辩 二号男嘉宾 你的修养这么差 我真的觉得你很危险哦 这样吧 他反正已经找了五个 就将就我们这几个人就唱了 可以吧 你先开始吗 我先开始也可以 好的 那你就先开始吧 先唱吧 能不能给点掌声 要给点掌声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其中最后难免为朋友 谢谢 好的 那在我旁边还有一位男嘉宾 然后这位男嘉宾 他也要为你们带来一首歌曲 希望这个叔叔姐姐 让他们支持我 谢谢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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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我姓名 就算我一秒 不停留着你 还你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谢谢 两人大胆演唱之后 面前的五位观众 究竟会给出怎样的评分呢 我再给你们说一下 然后这位是一号选手 这位是二号选手 然后你们喜欢谁就投谁 一号有 一票 两票 三票 四票 一号四票 二号一票 看起来刚刚拉票的作用 还是很大嘛 成功胜出 只是当这边 他还在感谢观众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情况 又一次发生了 编导话还没说完 他直接转身 竟直朝后面走去 他这是干嘛 难道又像上期节目一样 自己离开吗 赶紧我不说我已经藏了 希望你们点赞 他非要说 要坐到他上面去上说 然后他在上面已经勾得了 黑色了 全部投他的票 他们又不准下来我藏 这边他继续请求证 而另一位男嘉宾找到小红娘说起自己的想法 因为那部个观众嘛 可能所有条例 也许会对男嘉宾不赏贡献 刚刚那边 可以再逼一下 也没问题的 好 那去吧 好嘞 你们好美女 就是今天等会儿观众好 就是我跟男嘉宾有个第一批 就是唱歌 就是看他到时候哪个亏 那时候先接女嘉宾嘛 所以希望大阳把个马 他们都不想那个的话 我觉得要不再还嘛 我看他们观众也不是那个 我再还也没问题的 都是嘛 也不告诉他 对 观众都不同意的 你唱啥子嘛 唱 唱起来给他个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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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觉得好麻烦的 感觉 对 观众都不同意的 要唱 唱 唱给他个听嘛 就是当时 因为我过小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个 这个女观众嘛 她们也并不是很想参与到里面的那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我们也选观众 但要看观众的语言程度 如果观众不愿意的话 我觉得也没必要强求的 因为那都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意思吧 反正是 谁说你不愿意听我唱歌 他们已经把歌唱了 别个说你唱得好 你可以问摄像是否 你是非要拉上来 别给他谈真实 说说他没时间上来 还有就是摄像 提到他们说 别个不想摄个像 所以并不说不定 愿意听我唱歌 这个逻辑实会有点混乱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顺理成章的赢得了比赛 在唱歌的过程当中 他还知道 与我们的小观众进行互动 与人的交流非常的有热度 所以胜出 真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呢 就开始往另外一个 截然相反的方向奔去了 首先是抱怨 怨气冲天的认为 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勾结 一会呢 又在抱怨 其他的论甲乙丙丙不够配合 甚至还委屈的流下了眼泪 可是二号男嘉宾 不遵守规则的是你 怨气冲天的也是你 这么任性 你是要闹哪样呢 两人就这件事情产生了分歧 双方争执不让 正当气氛即将达到冰点时 女生给编导打了电话 编导在跟女生说明情况之后 女生主动提出不用男生取接 自己到达乡亲现场 这才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其实说实话 今天我 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 还有个男嘉宾 过两个比拼的事儿 我还是多紧张的 但是当我真的看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一般嘛 说实话 真的其实有个观众都看得到 我觉得应该等女嘉宾来了 我们两个单独对到车 尝试过 她觉得哪个人都是哪个人 也是最公平公正的 因为学生的 她也不在于 你找了五个观众和我 我找了五个观众 终于女神亮相 哈喽 雨昕又见面了 你好主持人 本期交友女嘉宾张雨昕 24岁 身高1米58 职业行政文员 婚姻状况未婚 我上次在节目当中说 我说 雨昕是一个看起来 让男孩子怜香心欲的女孩 那今天呢 这两位男嘉宾 真的都是为了你而来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 我们现在先去见见她们吧 好 可能今天我们出事不是特别顺利啊 因为一开始呢 也出了一点小状况 我们说的是 获胜者就能够来接你 但是呢 因为一些矛盾吧 所以就没有能够来接你 就让你自己过来了 所以现在呢 两位男士呢 他们已经给你精心准备了礼物 所以你要不先看看他们的礼物 可以啊 好 两位 请秀出你们的礼物来 好 好 你是不是比较喜欢多肉 还是关业之类 没有 我也不太晓得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今儿第一会儿剪的 好 这个吧 是这一层啊 这个是228的 好 我也不经常给他买 好 买起来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是什么 这盆栽 好 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买这个呢 因为当时我选了很久 刚刚也去那种饰品店 选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好像 有一点 怎么说呢 有一点 说得不好听点 可能有点太俗了吧 所以说总算找到这一 这一株盆栽 我觉得特别漂亮 人称之上 他给我的那种感觉吧 就第一次 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那种感觉 哇 这是什么 这小卡片 有些东西吗 好期待哦 张雨昕 希望你能天天开心 能永远漂亮 杨翔 对对对 谢谢 好 你家宾开心吗 现在 很开心的 我觉得他留我很用心 就是挺感动的 我觉得我的礼服 可能因为刚刚也许是零食卖的 但是我确实也是花了一份 心思在里边的 也经过了我的一些精挑细选 然后才选到两个东西 这一位是秀完了 那第二位 女嘉宾我希望你能全身把他拆开 本来我有个包装 我们那个同事 他们本来说包装还少不少也年 我都在上面的画 那个毛一根画都不错 我希望你喜欢你能全身把他拆开 你觉得他会送你什么 猜一下 我还真猜不到 这个方是什么东西 这边猜一个吧 丝巾吗 来 我们心有领袭 真的是丝巾啊 不会吧 我猜这么准 女嘉宾猜是中了我礼服 感觉我们两个心有领袭一点痛 我现在还是很清新 我觉得两份礼服都还是很用心 然后那个盆栽特别的独特 我觉得也很环保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好这个司机呢 我觉得我也很有外战 而且我也猜出了他送的是司机 有点想不到 做他送的礼服 然后我感觉心里面又慌了也好 我觉得说是司机都是司机 还是比较难受 还是我不喜欢撒运气好吗 撒子 那你要不把这个丝巾带一下 来 我们男嘉宾拆开吧 为我们的女孩带上 我还没给这个打一个 给你这个殊荣和机会 这个男 那个我 我 你去干嘛 我这个 你嘉宾给他看了吗 明天给他 你来 明天就考完学的 其实 我才开不开的 不用了 不用了 不 不用了 有肩带着 来 其实我们的一号暖男也蛮有心机的 他不时时机地利用了对手的礼物 把丝巾披在了女嘉宾的身上 看到这里其实我蛮紧张的 我好害怕二号男嘉宾会跳起来 打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但实际上他没有 在这里我要为我们的二号男嘉宾点一个赞 再见到女神之后 暴躁焦虑的他 变得安静了 而且非常的真诚 可见 我们都要在我们心爱的人面前 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那么现在呢 是已经到了吃饭的点 一会儿呢 你们两位 就去挑选一个餐厅 然后女嘉宾会结合对你们的感觉 还有对你们开始聊话当中的了解 然后她自己会做出一个决定 看和谁共进晚餐 好的 话不多说 那么两位还是要好好表现一下 男生开始行动了 一位男生静止朝门外走去 你等我啊 我这个不用拍了 我有点私事 私事 他要干嘛 这些人有吃饭的 留上去了 稍微等次高的了 哎我说男嘉宾啊 这算什么私事啊 大大方方问就好了嘛 还搞神秘 而另一边一位男生 不慌不忙的 来到小红娘旁边 你有什么事吗 因为我来之前 已经把餐厅给预订好了 我已经选好了 然后就想跟大家一起吃个 吃更加厉害吃个饭嘛 所以说 这次我会看到 看节目怎么安排 男嘉宾还真是有心啊 早就安排驼当了 那就给我们另外一位男生 一点时间吧 原以为此时会开始 狂奔寻找餐厅的他 却回到了相亲现场 正好碰见了男生二号 在跟小红娘交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完全出乎了在场 所有人的意料 你现在怎么想的嘛 你是觉得已经盯好了吗 小红娘上前询问情况 她却完全不理会 她到底在想什么呢 她沉默着只字不说 自顾自的躲着步 并环视着周围 没人知道此时的她 到底想要干嘛 她已经订好了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嘛 刚刚才叫你hold住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但是你马上又露出了 你那乖利任性的一面 你知道什么叫做 谢谢请对不起吗 你对待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 要么就是沉默不语 要么就是呼来喝去 对不起我真的是 认为你的教养 非常的欠佳 终于她开口说话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点尴尬 我只在乎你的感受 他们随便能够问我没事的 因为我不是说 我带来的去不走啥 只不去选 我只想多看一遍 你还关键你 其实我说的啥子 我说的啥子对 我说都不说的 天天都死到的 是什么 只是一种在一起的 极为难得的感觉 我刚才一直组成追我 走完或者是问我 我觉得每次的 如果有个时候我也听 我也不想起干法目阿姨 也不想说阿姨 我没有在追你走 我只是让你去选餐厅 五楼 五楼 你五楼还可以下来 我们又不会走 又不会说拍这节目 不拍完了 就把你撂在哪了 那我要不要选上下来 原来她是怕我们 趁着她挑选餐厅的时间 把这个共敬晚餐的机会 留给另外一位男士 虽然我们能理解 你对女神的爱慕 但男嘉宾也太敏感了吧 大家公平竞争 都是有机会的好吧 在栏目主正在帮她们安排 相亲场地的间隙 女嘉宾找到了 坐在一旁的小红娘 就想看一下 刚才她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 那个看起来表情 好像比较严肃 你确定你要看吗 确定 看一下吧 OK 那摄像大哥 麻烦把那个 机器给我们一下 好我跟你说一下 现在就是 她第一次去唱歌 女生在小红娘的讲解下 了解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时而皱眉 时而思考 她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 就是其中一个男嘉宾 她的性格可能 脾气有点不好 然后 因为我那个人最有条件 就是选你一般 就是一定要选脾气好一点的 但她好像也还是 真的挺喜欢你的 就是我觉得 是在录节目的嘛 那种现场 那个发脾气控制 有点不太礼貌 我觉得对工作人员 最起码应该尊重 还是要有点 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还是在于你自己 就鞋合不合脚 还是自己比较清楚 所以等一下 你自己也考虑一下吧 然后再了解一下 你看这样行吗 可以 可以了解 好 餐品搞定 那就看看她 会如何选择 会把这个美好的时刻 留给哪一位男生呢 嗯 那就那个 就选旁边这位嘉宾吧 不好意思 经过刚刚一段时间 了解解错 我觉得 想更紧一步了解一下 这个男嘉宾 可以说星花如房吧 那我听到 就是她选择了我的时候 那种感觉 真的是无法用医院的信用点 所以当时我都 基本上算是词穷了 那接下来呢 两位就先吃饭 然后你就独自用餐 一位是欣喜若狂 另一位就显得失落无比了 她独自坐在了 角落的椅子上 看着她挫败的表情 特派员上前安慰起来 嗯 可能现在女嘉宾 没有选到你 你是怎么想的吗 没有想法的 听众才是觉得 嗯 那你现在 要不要去吃点饭啊 不用 我在这儿等她 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是的 我的身体在旁边吃点龟子 嗯 好吧 反正你自己保重身体 既然如此 还是一起来看看 另一边的两人 会如何开始 幸福的晚餐吧 吃吧 别吃点料吧 好的 要的 哎 吃一点饿了 我想说你对辣 我里面还是特别的一些要求 对辣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很成熟 很稳重那种 哪里觉得我成熟呢 哪里觉得我成熟呢 对 那个人还要接触 那个我现在还不晓得 我才接触 肯定不清楚了是不是 对 对对对 你谈过几次两个人 两会儿 两次啊 嗯 你难过分手了吗 我当时都以为 都比较有回事结婚那种 那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他喜欢到别的了 然后 当时还多伤心呢 但是现在想起来 我还是多心心呢 因为毕竟是不对的 我觉得 没有必要还是后悔 不怕 我觉得 都从那会儿过后 我一眼之间好像长大了 还是 不会 我不会介意 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去嘛 那个还正常 那都是一些一个人的过去 当然那是不可比辨的 但是他毕竟是过去啦 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再 在这些回想一些啥东西 想回忆一下啊 我把这些事情放在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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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客气了 我都不好意思啊 不要 真别人个不好意思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很喜新 很体贴 然后还要捐个薄瑕这些 我没有想到 你上次是 上次那个 跟那个救救男生 相亲为啥子 有什么成功啊 因为这些所有 喜欢成熟的人 我觉得他完全不适合我 我喜欢你哪一款 我也觉得 因为我看到春节也不是 我刚才谢谢他 我看到下一期的预告 是离着相亲 我倒是在这儿着急了 你走啊 再见 我是怕他下期相亲 你们娘要相亲了 回家相亲 他就交得成功了 我一直不习惯那种 他 我觉得 对我太好了 反而又觉得 不是说错了这种感觉 我已经用了 我的真心来做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会 感受得到 相对于我们的二号男嘉宾的表现 一号男嘉宾就显得 成熟和周到了许多 在节目开拍之前 他就已经在拍摄地 订好了餐厅 准备和自己的女神 共进晚餐 在进餐的过程当中 对待女神的提出的问题 也能够有理有结的 回答得非常的好 也注意到女神的一些需求 会为她拨虾 显得非常的体贴和周到 从以上的表现看来 我认为一号男嘉宾 非常的成熟 两人拟一句无意圆地了解着 气氛显得非常和谐 突然门外 我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另一个男生出现在了我们的镜头里 我们打断了两人的聊天 采访其女生来 这边也是聊得差不多了 开始我也看到 另外一个男嘉宾一直在外面 听着 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她既然这么远跑过来 就再了解一下吧 好 那我们去和她聊一下吧 好 走吧 总算是又为自己 争取到了一个和女神了解的机会了 开始聊天之前 我们的摄像师 无意拍到了这样的镜头 男生拉着我们女嘉宾去到角落 跟她解释起来 她一脸的真诚 焦急的语气 不知道女生能不能了解她的心思呢 还是一起来看看她们接下来的聊天吧 你吃饭没有 你吃饭 你吃不太饿了 不哦 我觉得少吃一顿饭不所谓 但是我觉得 我今天如果走老去吃饭 少一个给你一不了解我的机会的话 那不是说一顿两顿饭 那不会的 真是我真心不 那是球时报一次爱看完 是的 饭的未吃得有点等了一下吧 其实我说老说你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我宁愿你去选择她 为什么 因为她没来过这个节目 人被这个表现的机会 我都来过两三次了 我觉得都这么批了 我觉得也不能让被空了一趟 而且她说 应该养不得害羞 然后给不给一次 就给两个公斤完成 我觉得满足她那个愿望 我觉得当时真是什么想的 并不是说我不在乎的 也不是谁在乎的 我想念你表现 这时候男生脸上总算是有了点笑容 看来跟女神交流让她相当满足 我觉得她还见她 然后跟我说的东西也比较多 对她了解的也比较多嘛 然后反正一直是她在介绍她自己 刚才她选择了男嘉宾 且肯定聊了也很久了 现在大家都等到起来 我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 哪分个多世界 所以我就给她尽快地说 因为我这个心织还好 和有没有想到跌 因为她的基本情况 我已经基本上了解了 你我一直都能跟 能跟 你只是在电视上剪 那我一名而言 都能跟人一个嘛 好像你觉得很假 是不是看来的 还有我觉得都不是 他们亲戚通话 我不是感觉很假 我只觉得 我机会都必须把我中 而且我平时这些 我穿也不帅光的 我又不喜欢去泡泡 所以说别人都说 哎呀你不要去了 把你去到两三尾 两三尾 别人看两张老年都看烦 你不是找不到女的 这个家庭条件 你跑去去干嘛 别人是因为找不到女的 所以我觉得都想起来 看到咱们都想这样的 了解 哪怕我们住不成年 也会生下来过年 我都冒着人太多 说不要来 我都不行了 我来看完让人家 我现在上来 如果她觉得我说话 也是比较 有点假毛皮皮的 我会跟她这样解释 因为我不是看到 没人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遇到对的人了 都必须要把我想说的话 说出来 也都是我想表达的 她自己 表达她的意愿 比较强烈 没有我的意见 我觉得 没有太在乎的感受 和我的选择 好的 现在又到了我们最终 做决定的环节了 那么现在女嘉宾 在你的面前 摆放了两位的礼物 你首先必须得 先拒绝一份 毕竟爱情是 独一无二的 那请两位先转身 好吗 做出你的决定吧 好 现在 在我面前的一份礼物 已经被推到前面去了 我们的万先生 先转过身来吧 那你现在有什么 想和女嘉宾说的吗 那你现在有什么 那我们谈的意见 好的 那就请万先生 往旁边走一下 还有一位做决定 现在女嘉宾 在你的面前 还有这么一份礼物 如果你愿意和她 签署成功 就抱着这束花 站到她的覆面来 如果不愿意的话 也把礼物往前推 来 我不知道现在 你有没有感受到 女孩子在哪个方位 有 那你现在想说什么 既然今天 李嘉宾做出了 她的一个选择 我今天 尊重她今天的一个选择 但是以后 私底下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 我一定会用 我自己的行动 来证明 我所说的话 一定每一件事情 都是会实现的 我还怕你会 特别受挫 那你就勇敢地 转身过来吧 好吧 今天有点 稍显遗憾 三位都没有成功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 您对我们的女嘉宾 或者是对我们 两位男嘉宾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和她们 取得联系 同时呢 也感谢周志福 珠宝提供的珠宝带金券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 珠宝秀等着您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的折婚秀 我是小红娘冰田 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有福利了 当你们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68615868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并且很有可能在2015年 结束你们的单身生活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 今天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大家好 我叫曾琪 今年23岁 身高一米六岁 现在在一家动画公司 住院华士 我是重庆本地人 住在大渡口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但是在朋友面前 还算是比较放得开 我内心比较犀利 做事情啊 很自信 平时也有的时间啊 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耳盖 唱点歌 走近的地方去旅游一下 在家的时候 我也喜欢画一些小漫画啊 小动画之类的 我很喜欢贴入大自然 在休息的时候 我会找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带上我自己的画家 静静的画一个下坡 在记录美景的时候 享受大自然给我的那份明镜 我曾经有一段 比较难忘的感情 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大概在两年前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只有一年半 但是后来发现 国性上和一些价值观念上 都不太合适 所以说最终还是分开了 我希望我的灵一般 身高在移民起无一赏 在重庆有自己的厨房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月薪大概五千以上就可以了 我希望她的性格啊 是比较开朗阳光那种 跟朋友都可以很好地相处 我觉得人呢 我们比较弹得来 我希望她是个 赶紧正洁的人 平时比较注重小世界 比较会照顾人那种 要是会做家务 会农法 那都是更好的 如果又喜欢我的男生 是因为反正有些 那么多联系 大家好 我叫李道 我今年二十五岁 我的身高呢 是一百七十五厘米 我现在呢 在做国内的一家 艺术品交易网站的市场专员 我是河南驻马店人 我的性格呢 是属于活活开朗型的 我平时呢 喜欢开一些玩笑 和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偶尔牵绝 星星闪烁 像嘴梁 我的兴趣爱好呢 就是去一些古玩市场 淘一些小东西 用来装饰自己的家 我时常呢 也会有朋友 一起去搭搭台球 用来丰富一下 自己的业余生活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有过一段情感经历 我们当时内心呢 都抱着一种 认定对方一生的心 但是等到毕业以后呢 我留在了我热爱的重庆 她去了发展更好的上海 长距离不见面呢 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累 所以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们就这样 分开了 我希望我为了的对象呢 一定要孝顺 然后呢 你也愿意在 二十二到二十五岁之间 身高一米六五以上 然后呢 我希望她最好是 协量数得一眼 就是让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踏实 很自在的感觉 这样我就比较喜欢 不知道冰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明星嘉宾是否有你心仪的那个她呢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 六八六一五八六八 同样如果您是单身的人士的话 如果想早一点结束单身生活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好的还是那句话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把人有喜 我们等您 她是一名小丑演员 在舞台上把快乐和欢笑带给台下的观众 没有人会想过我内心的那份孤单 好悲伤 渴望关爱的她却遭遇女嘉宾的挑剔 相信你女孩子都爱吃吧 我不能吃 也试着喝一口吧 但我不喜欢喝这么甜的饮料 希望也能够喜欢 我不怎么喜欢每个花 矛盾升级 哎 你说她到底要喝啥嘛 冰的也不行 长温下的也不行 哎呀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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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上演反转剧情 大家今天我也是准备讨男嘉宾开心 你嘉宾你 两人能否化解矛盾成功牵手 凡人有喜之小丑相亲的心酸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都市频道 幸福者在一起